大家好,我是BiBiN 今天要分享的是生酮皮蛋瘦肉粥 这个粥的口感已经跟普通的粥一模一样 跟我一起动手做吧 GoGoGo 先把皮蛋拿去冷冻,等一下比较好切 我们先来腌肉 猪脚肉80克 酱油1⁴茶匙 赤藻糖醇1⁴茶匙 白胡椒粉1⁴茶匙 水1⁴茶匙 先搅拌均匀 洋车前纸粉1⁴茶匙 少量加入 再加 快速拌匀避免结塊 放在旁边备用 准备一个锅子 加入550cc的水 先把它煮滚 准备冷冻花椰菜米 把它量200克 加入花椰菜米200克 把它煮滚 现在已经煮滚 转小火 加盖 煮28分钟 一根葱 切成葱花 备用 皮蛋从冷冻库拿出来 切开 切丁 皮蛋冷冻之后 切的时候 蛋黄比较不会黏在刀上 看这样子切完 刀子还蛮干净的状态 备用 现在已经煮28分钟了 就吃吃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软蛋程度 如果还不够软的话 就再多煮一会儿 现在我们把它加入绞肉 拌均匀 把肉煮到熟 拌均匀 避免结块 现在肉已经熟了 把皮蛋丁加进去 搅拌均匀 葱花加入一半 搅拌均匀 盐1 4茶匙 羊车前脂粉1 4茶匙 少量多次加入 避免结块 加羊车前脂 让它有浓稠的感觉 吃起来比较像粥 8分之1茶匙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 这样子就好了喔 现在赶快来试吃看看 记得多喝水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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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吗